两年后进入求职旺季 有网友发文提问说 自己履历上都有写出限职待遇 但每次面试完都是等到上了核心 才发现跟自己想要的落差很大 对此专家透露 4万元以上面移型薪资 要防采雷 除了履历上清楚地表明期望的待遇 也可以事前在网站查询 或是到相关领域社群打听薪资行情 当接到邀约面试电话时 最好也先初步地询问薪资上限 比较可以在面试前避开类似的情况 找工作面试 除了进一步了解工作内容与环境 谈薪资也是一大重点 有正在求职的网友发文提问 说自己履历上都有写出限职待遇 在每次面试问人资薪资范围 都说保密由主管决定 结果上了核心 才发现和自己想要的落差很大 由于面试得请假准备资料 花费不少成本 让他忍不住提问 究竟有没有方法可以在面试前 就避开薪资不符合预期的情况 面试的话都是要在四万块以上 那至于到四万五万还是六万的话 这种面试其实薪资确实是比较难去抓 自己心里面要抵 可能就是原本的这个工作的薪资 多个一到两成 依照目前规定 职务薪资在四万元以下需清楚揭露 四万元以上的面试型薪资要防采雷 除了履历清楚表明期望待遇 也可事前在网站上先查询应征职务的薪资行情 或是到相关领域社群打听应征公司的薪资条件 当接到邀约面试电话 最好也先初步询问薪资上限 透过一些比如说官方的这个薪资网站 或者是求职网站的这个薪资的一些比较 或者是请教曾经在这个企业任职过的这个员工 都是可以有一些这个薪资行情的这个参考 年后转职新鲜人找工作 求职进入忘记 把握面试前防采雷配搏 并点薪资谈不拢 白跑一趟 记者组合报道 二屋开战烧到餐桌上 既征线因为鲑鱼供货量不足停卖鲑鱼生鱼片之后 有业者透露 鱼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缺货的品项 如果真的连鱼也断吹 对国内素食连锁店业者的影响可能会最明显 因为像是麦当劳还有摩斯汉堡 都有鱼鱼包的商品 对此业者表示 目前供应都没有问题 进货价格也尚未调涨 但会持续留意供应链的状况 香煎鱼撒上调味料 精致的发湿料理上桌 但店家开始担心 既鲑鱼掀起缺货荒之后 鱼恐成下一个缺货品项 更有消息指出 因为鱼原料的供货 只能再撑一至两个月 如果俄乌不停战 航班无法恢复正常 恐面临鱼断催 看看需求量较大的素食业者 像是摩斯汉堡的明星商品 黄金塔塔雪鱼宝 还有麦当劳的麦香鱼 业者表示目前供应暂时没有问题 进货价也尚未调涨 但会持续留意供应链状况 另外主打海鲜料理的汉来海港餐厅 也表示客人对雪鱼的需求量 不如贵于这么大 所以并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目前摩斯雪鱼宝的供应量 是没有问题的 是正常供应量 存货方面都是没有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 预估说可以供应多长 面对俄乌开战 多项进口水产可能面临短缺危机 虽然农委会鼓励大家吃国产鱼货 但对依赖进口的业者来说 只盼不要受到影响 解台北综合报道 有接触史或染疫风险的人 可以做公费PCR筛减 但如今有民众钻漏洞 到医院做公费筛减 取得检验报告纸本之后 直接当成登机前必备的阴性证明 成功入境了上海 省下了3500元的自费检验费用 还在社群上分享了省钱妙招 让其他的民众觉得很不公平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 虽然没有强制规定 不能用公费检验报告当作出国证明 但不建议民众这么做 因为自费跟公费裁检的证明文件 里面详细的程度差很多 这次个案中的民众 可能是运气好才得已入境上海 但不是每次都能心得通 民众出国登机前 要缴交筛减阴性证明 一般来说要自行去自费裁检 但现在却有人钻漏洞 先到医院做公费筛减 再申请病例资料 取得检验报告纸本后 直接当成登机前必备的阴性证明 成功入境上海 剩下三千五百元的自费检验费用 还在社群软体里分享省前妙周 不过医师提醒 其实自费和公费的检验报告 内容差很大 如果做公费的报告 这个时间不仅会写在上面 呈建在上面 所以如果这个时间没有呈现 很多国家是不会承认的 来看看公费筛减报告 跟自费检验证明 都会显示筛减结果 但语言种类就不同了 为了方便出国使用 自费报告会全英文显示 还会在鞋上护照号码 裁检方式和时间 以及报告出炉的时间 详细程度差很多 大家国家严谨一点 他们都需要一个正式的报告 所以你或许过得了我们海关 可是可能会进不了对方的海关 北市卫生局强调虽然没有规定 不能使用公费报告登机出国 但道德上仍然不建议 而且报告的详细程度 也不一定符合想去国家的要求 这次个案中的民众或许是运气好 才得以入境其他地区 但不是每次都行得通 记者学家和正伦台北采访报道 为了吹出新冠疫苗的打气 从今天3月10号开始 65岁以上的长者 或是55岁以上的原住民 不管打第几剂疫苗 都可以领到500元的礼券 或是卫教品 在新北市的亚东医院 有长者打完疫苗 领到了500元的超商礼券 都非常的开心 唱了礼券 还有第一剂都还没有打的长辈也出现了 比起前一天长者施打率多了一成 专家也提醒 台湾想要边境完全解封 第三剂的涵盖率要达到八成以上 现在还有一大段的距离要努力 打完疫苗后 马上可以领到500元超商礼券 新北市亚东医院 一早打疫苗的人气还不错 只要是65岁以上的民众 或是55岁以上的原住民 不管打第几剂 打完后就送500元礼券 而18到64岁的民众也有 可以领到200元礼券 冲着礼券 有第一剂都还没打的长辈也出现了 礼券奖励从3月10号开始发放 也让医院里的打气大增 9号上午长者施打率只有18% 到了10号上午变成28% 为了冲刺全国长辈疫苗施打率 原本送200元的微教品拉高到500元 就是因为看到了全国疫苗预约率也越来越低 从第21期78.24% 第22期84.74% 接着就不断下滑 第26期更只有8.88% 感染科专家黄高斌指出 40到65岁民众第三剂疫苗施打覆盖率只有50% 整体更只有44% 真的是太低了 一定要提升到8成以上再考虑解封 那以第三剂的追加剂来说 我个人的评估是应该至少要到6成以上 在我们国内做一些解封的过程当中 会相对比较安全一些 长者普遍来说 他的免疫能力有逐渐在衰退 当然他的第三剂的完成率 能够更高一些些 对我们来说是相对比较好 就怕国门大开 长者染疫风险更高 只盼赶快催出打气 让国人都有保护力 记者有这种报道